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是不可思议啊 他是不会甘心当土匪的 对了 昨天满铁高层的人又来到秀野 又向我提起那本玉谱下策的事情 可是我至今没有下落 哥 玉谱的事我有责任 事情已经过去了 你就不要再内疚了 我也没有要怪你的意思 我一定会把它找回来的 哥 你帮我分析一下 你说这本玉谱 现在究竟会在谁的手里 贺家我们已经搜查过了 几乎是挖地三尺 不可能在贺家 贺师奇被土匪接走 上山当了土匪 即便是在他手里 估计早已被转移了 转移 格小秀是施奇的妻子 你说玉谱会不会在他那里 格小秀 对啊 我怎么没有想到 我们抓的图围里面 有没有认识施奇的 听吉野军说 昨天刚抓了一个 听吉野军说 赵四 你跟这个干什么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你还真要跟我爹打泪啊 这说出去的话 泼出去的水 真累啊 原来是非打不可 你说我爹也真是的 他这么大岁数 还那么挣钱豪胜 连自己孤爷子都不让 佩琪 正好你来了 你看看 我画的这怎么样 怎么样 我这寻思啊 拿那块玉 雕一个金鸡爆小 就这个怎么样 金鸡爆小 为什么雕这个呀 你想啊 那日本人旗子上是什么呀 日本人旗子上是一大太阳 对不对 这太阳一出来呢 就叫破晓 咱这大公鸡就得出来 给人家打名 我弄这个 日本人看了肯定高兴啊 对不对 对对 这个主意倒挺好的 我 也不知道我爹的想法是什么 那谁知道啊 这倒也是 是吧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我爹首相那么多伙计 你现在就一个人 也没人帮你 我爹首相那么多伙计 这是个事啊 我爹首相那么多伙计 要终吵 那我要把产品鸡 我爹首相来都要给咱俩 你这儿啊 我爹首相就能干嘛 有人想让我爹首相 天皇雕刻生日礼物 我就心思吧 这活我一个人干也是干 咱们一块干的也是干 这有钱得一块挣了 对不对 那贺老爷能让咱们去呢吗 你瞧你这话说的 你们在贺府上干活 那是他花钱雇你们 你们又没卖给他 对不对 我找你们干活 我也得给你们供钱 再者说了 现在这天下是日本人的天下 咱们给日本人干活 谁敢得罪日本人 这倒也是 再有呢 我再给你们偷点分 等我把给日本天皇雕刻 生日礼物这活做完了 我时来雕刻的浴活 就摆在日本天皇的皇宫里 那我就出了大名了 你们要是跟我一块干 那你们也就都出大名了 到那个时候 我这儿活儿可就多了 我准备开个鱼雕厂 把你们都给找来 我敢保证 我这儿给你们空间 是在贺府的一辈 时来他真是这么说的 笑得不敢说谎 时来说将来要开一个大的鱼雕厂 让我们都过去跟他干 这个小混蛋 那伙计们都啥想法呀 伙计们都觉得 时来的吹牛 这么多年了 老爷待会儿都不包 咱们谁也不会跟时来走 算你们有心 以后再有这样的事呢 就要及时来报告 放心吧 太太 小的心里有数 知道哪头青哪头重 好 下去吧 你说时来这个板眼狼啊 这还跑到老丈人家 挖墙脚来了 爹 今天又研究什么呢 我设计了两个方案 你帮我参谋参谋 哪个好 你喜欢哪个 美女线瘦好吗 是女线瘦 是你的 我没说她是男的 你说你怎么一点 艺术戏泡都没有呢 要是你的在就好了 还能帮我拿那主意 那你问我什么呀 我就是想问问你 你喜欢哪个 你喜欢哪个 哪个肯定就不行 爹 我大哥又没学过预调 他能说出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来啊 一片 两片 三四片 五片 六片 七八片 飞入草丛 全部垫 前龙爷的诗你还记着啊 记着 您教我的吗 爹 那我问你 您说这个九龙专日 那为啥比这个美女 侍女线瘦好 你看啊 你从表面上来看 这九条龙 是围着这个太阳专 可是你往深里想一下 实际上他是这九条龙 想把这个太阳吞掉 明白了吗 爹 您这不光有细胞啊 您还有思想 您跟古人 有一拼 哪个古人 童子 我还老子呢 对啊 您是老子 我是儿子吗 你又是正经的 到底开心吗 但是我听说这个九龙专日 叼起来挺难的 就这句话你还说对了 我跟你说啊 咱们老贺这雕工 最好的就是你三叔 这个人家送他一个外号 叫贺三刀 什么叫高手 三刀下去就能见分巧 就能见高低 有一次你三叔 嗑这个九龙专日 一不小心 把这个龙闻身上的 主经磕掉 你三叔就偷口自尽 我三叔傻呀 他嗑掉了 他粘上不就完了吗 你懂什么 手一人 看他手一比命还重要 所以你爷爷就说 从此以后咱们老贺家 再也不吊这九龙专日了 这一会儿都几十年了 爹 那您叼这个九龙专日 有多大的把握啊 不知道 我感觉 这件九龙专日 是很好的 充分展示了 中国玉区雕刻的功力 看上去 欲与美感啊 九龙专日 这件九龙专日 技高一筹啊 我个人对这个九龙转日 也有所偏好 九龙代表着中国的华夏九州 日代表着我们日本 九龙转日 也就是说 中国围着我们日本转 这个寓意非常好 好了 时光军 既然是这样 那就用这件九龙转日 这个设计方案 时光 那本玉谱的下册 你到底什么时候能搞到的 你到底什么时候能搞到的 我会尽最大的农历 这件事如果再这样拖下去 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 明白 明白 别哭了 没办法 这些专家 还是看上了贺国勇的九龙转日 如果你的设计 他就不用吧 我看这样倒挺好的 那以后还不一定有什么麻烦呢 别哭了 我实来呀 就没这个命啊 爹 爹 好 真好 没想到 老爷子饱刀不老 抽手不凡 我爹的设计啊 还真让日本人选上 还真让日本人选上 你爹以前呢 就是想跟师来置气 没想到啊 这日本人 还真让你爹给做这个生日礼物 爹 你这打了个胜仗 咋还不高兴呢 如果你不愿意做 那你就说自己病了 病一天两天可以 那日子久了肯定不行啊 实在不行 那就做了 也不白做 我一个中国御将 给日本天皇做生日礼物 那像什么话 要不这样吧 老爷 那个石来他不是愿意做吗 你干脆就把那个设计交给他 让他去做就得了 屁话 别疯了 我说柯老爷 可喜可恶呀 听说您又接一大活 什么事啊你云里屋里的 不是说那日本天皇的生日礼物 由你来完成吗 是 是 这回你贺国勇在日本人面前 可是打了摇提的气了 他们一定会高看你一眼咯 你什么意思你 没啥意思 贺老爷 千万别误会啊 就是就是 说着玩呗 可别当真呢 真是情刺 出去 出去 小松 老爷 把点叶盒都拿过来 是 啥意思啊 刚才在那大街上 那球掌柜跟李掌柜 说他那话 连挖口袋打击的 啥意思啊 我想明白了 这些意思你还不明白吗 不是嫉妒就是羡慕 我怎么就看不明白你了 自打你接了那个日本什么生日礼物 你怎么就是借人矮三分了 他走路说话咋都不正义的呢 他走路说话咋都不正义的呢 还有那石莱 你说 那石莱愿意干你就让他干呗 他再怎么说他也是咱的干儿子呀 你这么大岁数 你跟他叫什么劲呢 人干什么事啊都有个徒险 你徒啥呀 徒钱 徒利 徒名声 我 我怎么就看不明白你了呢 是 就打有那么一天 你把那生日礼物给他做成了 在日本人那里出了名了 那怎么呢 你知不知道中国人咋看你呀 这修园现成的人咋看你呀 那我娘家人咋看你呀 我咋看你呀 你说我是说你是汉奸啊 卖国贼 说你是走狗 你过来 我告诉你怎么看我 我始终响到你呀 我看看你 呢 我没有想过去 你说哪些人咋看你呀 你肯定 我肯定 你去哪里 你还要是 过去 你是赵四 是 交给你个任务 把这个 交给葛小秀 办好了有赏 办不好 杀了你全家 我一定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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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办好 进来 进来 交三 什么事啊 我刚从青梁山上下来 施琪托我刷刷东西给你 有些个人 这人都不够 你也不是 陈一队 分开 你要是 冰冰果 他们没有 混乱 他也会用 你 就看我 帮我把东西交给你 他说你知道的 那他自己咋没来 现在风声太急 他下山太危险了 那好 那你跟我走一趟 好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好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这儿等我一下 赵瑟儿 这个东西 你可一定要交到师祺手里 放心吧 那我先走了 好 格小秀 这还要谢谢你 要不是你 这本玉谱不会重新回到我手上的 谢谢 爹 你说我怎么那么糊涂啊 就亲信那个赵瑟说的话 把玉谱交给他 我 我回头怎么跟师祺交代啊 我回头怎么跟师祺交代啊 行了 你也别太难过 这玉谱没了 孩子在什么一个闪失 行了 回去歇着吧 回去歇着吧 那我先走了你 我来 你就该走了 我来 你 我来 你 我来 我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哥 我说过 从我手里拿走的 我一定会亲手拿回来 我的梅子真是了不起 我们要尽快把她带回日本去 师傅 不干就不干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就当从来没有这回事 你说的容易 那还能怎么样 你这么瞎心思 你别再心出病了 现在是整个秀炎城都知道 我跟你爹打泪打输了 我的图纸 日本人直接就给否了 那有什么呀 你又没输给别人 你不输给你自己老丈人了吗 裴夕啊 你说我实来 我怎么就一辈子都琢磨不明白 这个贺国勇呢 你说他 这么大岁数了 他要什么他都有了 他干嘛还跟我实来争呢 实来啊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我爹从前对你多好啊 那对你比对他那俩亲儿子都亲 今天到这样 都是你自己一步一步走的 我寻思 我寻思个屁 我寻思 我实来哪儿做错了 我跳逃了 我单挑了 我搬出来令过了 我错了吗 我不都是为你 为这个加码 你就算是为了我 你也不能跟关大脑袋混到一起啊 那关大脑袋表面要是帮你 那实际上呢 那都是靠你害你呢 行了 你现在也别想别的 你就好好想一想 怎么跟老爷子把那关系缓和一下 缓和 缓和 我也想明白了 也没啥好缓和的 我就当我这老丈人 没了 你说什么东西来 我爹从前对你那么好 你现在就他死了 你爹他死了 我爹就是死了 我爹怎么死的 我爹是为你爹死的 对 没了 你看 这边 这儿 还有这儿 浴室的矿子非常多 没错 我们要把这边 所以啊 我们出事会社的任务非常简际 时光淯生 贺老先生求见 贺老先生 请他进来 是 这老爷子 一大早找上门来 也不知道有什么事 那我们就静观其变 贺老先生 一大早到我这儿来 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吧 师哥 我儿媳妇秀说 你妹妹把我们家 玉谱的下策给骗走了 这事你知道吗 贺老爷 那本玉谱 本来就是我们的 只不过是当时 被师妻给骗走了 现在无非是物归原主 还请贺老爷您 多多理解 师哥 给你们日本天皇 雕刻寿礼这件活 我不干了 还请你得多理解 贺老先生 你消消气 给天皇雕刻寿礼 这可是天大的稀释 很多人想干都没有这个机会 我希望贺老先生 还是不要推辞 老朽人老眼花 风刀多年 手脚有利子了 你定气高明吧 贺老先生过腔了 在整个西武岩城 贺老先生的雕刻工艺 无人能及 所以我希望贺老先生 还是好好考虑一下 贺国勇 你不要敬酒不吃是罚酒 我们大日本皇军做的决定 你们必须服从 如果你敢违抗军力 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 我都活了一把年纪了 对什么事情都无所谓 你以为我不敢吗 梅子 怎么能这样跟贺老先生讲话 贺老先生 刚才小妹无礼了 时光向你道歉 贺老先生 不过我刚才说的话 我希望你应该还考虑一下 要不等我们冷静一下 再谈这件事情 我现在非常地冷静 要想干也可以 我有个条件 请一下 必须把玉谱拿出来 为什么 要想雕刻九龙转日 必须按照玉谱上的技术指导 才能完成 你这是故意刁难 哥 绝对不行 如果没有玉谱 九龙转日无法完成 我没那个本事 也没那个能力 你 那好吧 我提的条件 你可以好好地考虑考虑 行 我们就干了 不行 那你就灵情高明 那你就灵情高明 老家伙 好 实在不行 给他的颜色看看 先把他抓起来再说 妹子 坐 抓他很容易 可是现在我们最重要的 是给天皇陛下雕刻的生日 这可是满铁诸事会社交给我们的任务 慢慢耽搁不到 那也不能让他拿玉府来威胁我们 我就不信 把枪顶在他脑袋上 看他干不干 他要是不干 哥 我记得他家有个伙计叫石兰 石兰 我给你看样东西 这是绣园地区 这几年一石一雕的调查报告 在整个秀宴最大的雕刻大师还是贺国勇 那个石兰 只不过是贺家当年收留的一个伙计 那要怎么样 清出于蓝圣于蓝 再说了 那个贺国勇 他也太不把我们大日本帝国放在眼里了 妹子呀 你对这个贺国勇 还是不太了解呀 他的祖上 可是专门给宫廷雕刻一起的工家 在整个秀宴的玉雕界 都要给他留几分面子 那他有点太不识相了 哥 我们一定要给他施加压力 生日礼物嘛 必须由他来做 他要是不干 我们就把他家里人抓起来 看他干不干 你觉得 在这种情况下 他能把玉器雕刻好吗 妹子呀 现在 唯一的办法就是 把玉谱交给他 哥哥 我们只是暂时放在他那里 借给他看看 只要防护措施做好 我不信这个玉谱 能自己长翅膀飞了 那万一 要是出了什么意外 你放心 我会交代吉野机 让他派士兵日夜守护玉谱 等玉器雕刻完毕 我们就把玉谱拿回来 请进 请 好 兄妹 坐 坐 好 二位 我这次来 就是想商量一下我们联合的事 共总起来打鬼子 这是好事 上次您走了以后啊 我们商量了商量 可是 邓司令 兄弟有一事不明 讲 我们合并了 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哼哼 要说好处 只有一点 咱们可以形成一个拳头 打击鬼子 更有劲 可是我们拉起这个队伍也不容易 就这么便宜你了 我理解你们的心情 可你们打的土匪的旗号 靠打家携手这么混日子 是个长远之计吗 我们这次来找你们联合 不是勉强 是需要你们自愿 眼下打鬼子 是全中国一等一的大事 其余的 咱们都可以忽略不计 行 国三家义勇军 我们照样打鬼子 二道家的 这件事情 我是跟爸比虎商量过的 我怎么不知道 别忘了 我是青莲山的元老 二位二位 我们邓司令到这儿 只是路过之而已 顺便来看看大家 至于联不联合的无所谓 千万可不因为这件事 伤了弟兄们的和气啊 是啊 二道家的 你们的心情我都理解 志祺啊 咱们可以慢慢来 我就希望咱们的合作有个好的结果 大当家的 回来了 走 大当家的 大当家的回来了 大当家的 邓铁梅邓司令 八匹虎 九文大名啊 我听说八只老虎 也不是你老弟一个人的个儿 是 刘司令 我这次特意赶到山上来 就是为了见你一面 你可是咱们抗日的一面大旗啊 我青梁山的这些弟兄们 现在只有参加你们义勇军 那才是正道 所以我同意收变 二叔 二叔 这 来 叔 来 老弟啊 我知道 你们这儿 有不同的意见 可是有些事 咱们可以慢慢来 不能慢 行事不等人 我青梁山的这帮弟兄们 现在除了参加你们勇军 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 现在我和怀喜兄在自卫团组织策反 还有就是 这小日本的 在这天皇雕刻什么声里 这个事我插一句啊 咱们 不能让日本鬼子的阴谋 就这么得逞啊 咱们中国的宝贝 不能留到日本人手里去 对了 还有就是 关大脑的这个狗杂子 作恶多端 祸害中国人 立即得把它除掉 青梁山 在巴皮虎和十七老弟的带领下 给小鬼子 造成了不少的麻烦 尤其是杀了那个 朱氏会社的那个 是杜蝙蝙蝠 广告一样 江大丘 走 杜蝙蝙蝙蝙蝙蝙蝙蝡 最绝对 angular 你跟着你 重心 我看你 这就是 我看你 你赶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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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太 现在关大脑袋很精确 我听说 他现在半夜里睡觉 都睁着一只眼睛 我们可以隐说出动 我再考虑考虑 我再考虑 贺唐夫呢 没人替你看着 范大夫 范大夫 看来你对我是意见不小 何止是意见啊 范大夫 这里边一定有误会 我得好好跟你解释解释 我知道 戈拉太太是你的干娘 你就是借我八个胆 我也不可能把她给逼死 是不是 可她人已经死了 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是啊 老大夫 你说 这日本人要找于石 我得跟着去啊 是时来向时光报告说 葛老太太家有一块上等的尾鱼 就逼我押着葛老太太去捞我 可是你说这葛老太太也真是 舍命不平才 她就是宁愿死 她也不愿意说出藏遇在什么地方 你说啊 其实我也是受害者 石光骂我 你们也骂 弄得我两头都不落后 谁两头都不落后 欢喜 正好 咱们自卫团三个头头都在 我刚从吉野和石光那儿回来 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 就是要配合关东军剿匪 还有呢 要如实地完成 给日本天皇雕刻的生日礼物 我可听说啊 有人到咱们自卫团策返 还要把自卫团的队伍 拉到山上去投靠什么邓铁梅 有这事 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也许你们真不知道 也许知道了不说 团作 您可别诬陷好人 没事 没事 到时候该知道的 自然就知道了 我现在就想得第一个 aan 我不想有谁 为了 店员 何老先生 你说给天皇雕刻生日礼物 需要玉虎来参考 今天 我把它给你带来 你也知道她的贵重 希望你能早日完成大作 你的要求我答应了 现在 我也给你提个要求 给天皇雕刻生日礼物 就拜托你了 雕得好 我们是朋友 雕不好 想必你也知道结果